好,我要使劲全身力气,走你! 哦,天哪,我早就说这会是个本类打的,快去看看那辆车怎么样了。 其实不是我打得很准,实在是那辆车来得太紧实了。 如果你让我赔这辆车的话,那我说我不比赛了,我得赶快跑了。 幸好车主是我的粉丝,所以我的赔偿就是在他的棒球上签上我的名。 其实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我还是会让你赔车的。 你需要关注的不是这个球,而是这片树叶。 别看它只是片树叶,它比高尔夫球还懂得如何进动。 高尔夫,你要学着树叶,小球,你学着树叶。 再来看一看树叶老兄是怎样进动的吧。 真是完美啊。 高尔夫,学这个树叶啊。 高尔夫,学的树叶。 作为台球界的大腕,马克埃伦的球技不容置疑。 有时候赢得太轻松了也没什么劲。 为了让比赛更好看,埃伦在比赛最后击打黑球时玩了一个小花招。 如果你的领先优势没那么明显,还是慎重对待每一个球为好,不然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上周,报效体育跳水大赛在北京举行。 众位选手们在展示优美跳水姿势的同时, 报效体育摄像师三也记录下了每一位跳水高手们在跳水瞬间的优美表情。 很多跳水选手在看了三拍摄的这些照片之后, 纷纷询问三的家庭住址在哪, 并且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毁掉这些照片。 尤其是下面出现的这位老哥。 当然,在本次跳水大赛中也出现了浪漫的一幕, 选手霍华德在入水后向他的女友求婚。 亲爱的,嫁给我吧。 作为运动员啊,一定要遵守公平竞赛的原则, 不要向这位拳击选手学习。 裁判都吹平了,他还给人家一拳。 结果啊,他也遭到了应有的抱怨。 后边的观众原来是想拿凳子砸他的, 后来观众们找到了更好的发泄方式。 据说这家拳击场的旁边是一个挂面场, 同时也卖羊肉串。 有人说拳击运动员在比赛当中非常的危险, 但我要说的最危险的, 其实是裁判。 哎呀,哎呀,怎么突然黑了? 我站,站,站起来啊,没事,我能站,哎呀, 我也是个拳击裁判,他们都说, 我长得很像前中国国家队主教练卡马乔。 我在想,这俩拳击运动员不会是中国球迷吧? 下面要登场的这位拳手不仅技术超群, 而且比赛热情高涨。 要不是身后有人牵着他, 他早就把面前这个大队打趴下。 在多次进攻未果之后, 这位拳手转而把目标改为了自己的训养师。 一击做狗圈,一击有狗圈, 一击人毛我敌人,有危险, 一赛冲烟,一根我不抽的烟, 看我的还我,飘飘腿。 哎呀,袋鼠大哥饶命啊, 你是袋鼠还是李小龙赛事啊。 男子400米快篮比赛正在接着进行, 请注意这里面赛道这位选手。 一,二,三,四,五,六, 一,八,二,他摔倒了, 但他没有放弃,九,二,他又摔倒了。 好,爬起来,十,二, 再撞到了十个篮,摔倒两次之后, 这位选手终于放弃了比赛。 接下来这位选手的跨篮技术要好很多, 对于他来说跨过去不是问题, 问题是跨过去之后, 直接洗了个澡。 比赛最后时刻了, 但这位女选手已经落下一圈了, 她的体力已经透支, 她还能过去吗? 显然她只是想洗个冷水水。